大家好,我是三喵,这个携肥局逃逃上岗 那么最近乌克兰战场上也发生了一些大事情 就是俄国黑海舰队终于没有登陆舰了 回头咱们专门做节目 但是这个莫斯科内部是后院着火 他们的一个歌舞厅是周五晚上那个时 人最多的时候发生了爆炸案 然后这个所有的证据都指向ISIS 他的这个呼罗山国是为此是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 当然这个消息一出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简中网络上那个黄鹅孝子们四个字如丧考笔 然后后面就是什么呢 责任全在美方 这个肯定是美国人搞的轨迹 肯定是乌克兰人在搞的 然后背后是美国人珊瑚的 虽然乌克兰那边布达诺夫说跟我们没关系 而且的确有各种证据就是ISIS 俄罗斯还是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栽赃到美方头上 怎么回事呢 就是美国人在这个月的中旬就已经说了 你们要小心 这个可能会在莫斯科有这种恐怖袭击 是公开说出来的 然后俄罗斯没有当回事 整个俄罗斯是沉浸在普京又一次大选胜利 又一次忍痛在为人民服务若干年的基础之上 结果没想到出了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说扎哈罗瓦 就是那个外交部 那个五夫一娃之一啊 就说这个美国应该把这个信息跟俄罗斯共享 对吧 美国应该去尽到自己的一个义务 你没有把这个信息跟俄罗斯共享 然后导致俄罗斯出了这么大这么大的乱子 所以最后又是责任全在美方 这就是都怪本责嘛 那么这个所以你们以后可以管这个美国叫本责马之国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后来很多的这个袭击的细节被暴露了出来啊 那的确是这个ISIS在这个幕后 他是这个终极大boss 但是呢整个策划袭击甚至去搞袭击的这些啊 这个是俄罗斯内部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这种人 他们是来自于塔吉克斯坦啊 这种地方 你要说起来啊 这个由于这个大地要大选加引号的大选 所以莫斯科的安保是极度的严格 据说啊 是由警察去把守的那个投票厅 谁要是敢不投大地就等着那个啥 所以说这个安保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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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严格啊 但是呢这个大地胜选这件事情本身就让安保松懈出来 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是什么来着 就是大地的安保是只针对选民的 至于这种啊 所谓的恐怖袭击 不在大地的考量范围之内 然后呢 他这个还是一个转手二落贩子的恐怖袭击 就是说这个是找了就是俄国境内对现状不满 我不敢说对大地不满 对现状不满的一部分人 然后说干吧 阁下给了你多少钱啊 好像是二三十万卢布吧 还是多少 就折合成人民币 大概四万块钱就干了 然后造成了这么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你可以认为啊 就是整个的俄罗斯 你说他什么格鲁乌阿尔法部队也好 四个字就是外强中干 那么当然了 这个负责任的大国敦促俄罗斯和ISIS做下对话啊 既要考虑到俄罗斯的大国情怀 又要正视ISIS的这种正当的这种正义之声啊 其实说到这里啊 你包括ISIS 塔利班 像这个胡塞武装 像朝鲜 像俄罗斯 像伊朗 这些国家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叫某国人民的老朋友 对不对 那么其实啊 这个如果说过去 我们认为啊 这个价值观相近的人才能做朋友 现在看来这句话是不对的 你看各种破裂嘛 你像那个 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法国不就是在北约内部给美国甩脸子吗 你包括在这个一小时二十二分之前 欧盟 北约 不都被批判为 名存实亡吗 尚且如此 但是也只有这样共同的价值观 才能够有比较长久的关系啊 那如果这个价值观换一换 就是说什么呢 普天之下 唯我独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几个政权 是不可能有长久稳定的关系 因为谁都想当那个 唯我独尊的那个 对不对 你远的 我们就看看这个 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和草原游牧民族的这种关系 因为都是想要自己称为尊 所以说这种关系是断没有任何任何能够长期维持下去 共存下去这种可能性 那不是你灭了我的这个部落 就是我的部落冲进你的国都 把你给蹂躏一番 我这里说的不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士 唐朝的时候 吐蕃军队就已经数次洗劫长安了 对吧 哎呀 这都是大唐的这种黑历史 那么你再到近代的时候 你要说这种同盟国内部英美有没有这种矛盾 有对吧 但是这个同盟国内部最大的矛盾还是英美和苏联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呢 因为苏联的价值观它就不是建立在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观 它虽然可以装个样子 但是它绝对不是这种价值观 那么你再看轴心国的内部 他们的这种价值观你要说是不是类似的 那可以说建立一个唯我独尊的世界新秩序 像日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那么德国要建立的是欧洲新秩序 那都是唯我独尊 那么这样的唯我独尊之下 你说要展开什么交流啊 合作啊 这种东西 那可能真的是想太多了 对不对 你就最典型的 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 为什么日本不去到后面统一道子 等等 所以说有人说 共同价值观才能够这个关系长久 这话其实不对 应该是共同的基于普世价值 互相尊重 平等这种价值观 才能够建立起一个正常的关系来 那如果你的价值观就是那种 唯我独尊 而且可以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那么你背离了文明的底线的这种价值观 我之前说过 文明的底线 个人主义 承认不承认个人边界 第一 第二个 程序正义 不是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第三个 你承认不承认 行而上学 就是你这三个都在背离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形成的联盟也只能是引号牢不可破的联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ISIS跟俄国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决裂的 你要是说起来 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小伙伴们跟美帝国主义有没有这种矛盾 太有了 但是应该也没有说法国恐怖主义组织去跑到这个美国去把这个美国再搞出以恐怖袭击事件 对吧 所以那个ISIS那今天他能袭击美国他明天就能袭击俄国 所以说这种所谓东方大国人民的这种好朋友彼此之间虽然有相似的价值观 但是那就是狗咬狗黑吃黑 连一嘴毛都算不上 对吧 这个你要是说起来 那就是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的那套说辞 那么敦促俄方和ISIS尽快做下来 对话 这个正是这个俄方的诉求 也正是ISIS的诉求 对吧 那么看起来还是非常讽刺 那么好 今儿这个话题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